以前人人羡慕城市的高工资 为了谋求一份工作 农村人纷纷进城 进城的大部分农村妇女选择了做家政 照顾城市老人和孩子 他们有时候一年才能回一次家 是在外挣钱给孩子提供好的经济条件 还是回家照顾自己的老人呢 很多背景离乡的农村人都纠结过这个问题 不过这几年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 城市老人退休之后到农村去生活 有的村子大力发展养老服务 将它视作制服新方式 这种城市人记住农村的新养老方式是否可靠 这些老人或是因本身来自农村 或是家中无人照顾 或是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度过晚年 所以纷纷选择了在农村居住 在城市辛苦奔波的半生的老人 对乡村简单的人际关系 美丽的环境 闲时的生活充满向往 尤其是那些出身农村 或曾下过乡的老人 更愿意回归农村养老 老人在农村可以选择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养养花 种种菜 农村不像城市林里不实 出门就能和别的老人聊聊天 既能修养身体 又能得到晚年的关怀 而对农村人来说 他们既能挣钱又能照顾家庭 减少了在城市打工的压力 现在农村有不少闲置的房屋和土地 发展城市老人既养农家 或者租住农村的养老模式 就可以充分利用农村资源 让更多农民返乡就业 这种养老模式就大有可为 但要想规模化规范化发展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城市村民肯定会考虑 老人在农村能否得到细致的照顾 农村医疗健康水平能否跟得上 所以针对接受老人的农村家庭 需要有一套严格的培训考核制度 当地的医疗建设也要跟得上 必要时还需要定期检查等医疗服务 这样农村养老模式才能更有吸引力 城市老人与寄养家庭之间的相处也是一个问题 农村和城市之间有很多生活习惯不同 生活中难免发生一些矛盾甚至是纠纷问题 这些纠纷该怎么避免以处理 长期生活的话 城市老人能否适应农村生活 当然也有人会担心 农村一旦建立起这种养老模式 未来该怎么发展规划 它是否会向民宿经济出现一些问题 你觉得这种养老新模式还存在哪些问题 在农村能推行吗 你愿意去农村养老或是接纳城市老人吗 欢迎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